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 爱德加斯诺柱 懂乐善意 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的香香县 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 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 和新法教育的改革 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 西方新学教的比较多 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去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我说我是香香人 因为这所学堂只收香香人 后来我发现 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 我就改用香坛的珍级罐了 我缴纳1400个同源 作为五个月的擅速费和学杂费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 我进这所学堂了 因为朋友们对他说 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 那时我16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 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 教研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 他带着假辫子 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 大家都笑他 叫他假养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 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 穿着讲究 很少有农民供得起子弟上这样的学堂 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 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 学生是不穿大褂的 只有教员才穿 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 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可是在他们当中 我也有朋友 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 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 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 也因为我不是乡乡人 在这个学堂 是不是乡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还要看是乡乡哪一乡来的 乡乡有上中下三里 而上下两里 纯粹出于地域观念 而欧斗不休 彼此势不良力 我在这场战争中 采取中立的态度 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 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 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 教员都喜欢我 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 因为我写的一首好古文 但是我无心读古文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 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 一本是《心灵从暴》 是梁启超编的 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 直到可以背出来 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 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 变成了一个豪生 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 参加了反动牌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 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 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 他教音乐和英文 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 《黄海之战》的日本歌 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音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 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 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 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 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 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都已死去的 虽然新皇帝宣统已经在朝两年了 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地质派 说实在的 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 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 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中国古代帝王姚、顺、秦皇、汉武的事迹 是我向往 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 同时也学到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 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 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 里面有这样一句 华盛顿经八年苦战 使获胜利遂建国家 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 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杰琳娜女皇 彼得大帝、惠林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鳩和林肯 毛泽东接着说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 长沙是一个大城市 是湖南省的省会 离我家一百二十里 听说这个城市很大 有许许多多的人 不少的学堂、府台、衙门也在那里 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 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 进一所专为乡乡人办的中学 那年冬天 我请我的一位高校教员介绍我去 他同意了 我步行到长沙去 极其兴奋 以免又担心不让我入学 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 出乎意料 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 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 我后来在那里只待了半年 在长沙 我第一次看到报纸 名利报 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 看在着一个名叫 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 和七十二烈士 遜难的消息 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 发现 名利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这份报纸是余佑任主编的 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这个时候 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 和同盟会的纲领 当时 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 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思想还有些糊涂 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 梁启超的钦佩 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 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 当新政府的总统 康有为当国务总理 梁启超当外交部部长 由于修筑汉川铁路而兴起了 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 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 皇帝的答复只是 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 在我的写堂里 同学们越来越激动 为了发泄排满情绪 他们反对留辫子 我的一个朋友和我 捡去了我们的辫子 但是 其他一些相约捡辫子的人 后来却不守信用 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 出其不意强捡他们的辫子 总共有十几个人 成了我们捡刀下的牺牲品 就这样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 我从绩效假洋鬼子的 假辫子 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 政治思想 是多么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在捡辫子事件上 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 发生了争论 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 相反的理论 这位法政学生引进句点 来论证自己的看法 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可毁上 但是 我自己和反对虚辫子的人 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 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 拨得他哑口无言 林元宏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 湖南宣布了戒严令 政局迅速改观 有一天 一个革命党人 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 来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 当场 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 支持他的主张 强烈抨击蜻蜓 号召大家行动起来 建立民国 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个革命的演说家 是林元宏属下的一个官员 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 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 四五天 我决心参加林元宏的革命军 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 到汉口去 我们从同学那里 抽到了一些钱 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必须穿雨鞋 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 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 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 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 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 他们正涌到街上去 奇异军当时正沿着越汉路 逼近长沙 战斗已经打响 在城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 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 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 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 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 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 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 上面写着一个汉字 我回到学校 发现他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 各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 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 新政府设在省资议局的旧址 议长谭严凯被免职了 省资议局本身也被撤销 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 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情愿书 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 徐特利用写书写的 但是他切断指尖 表示诚意和决心 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 他们不是坏人 而且有些革命要求 但他们很穷 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 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 过了没有几天 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 看见他们已经沉湿街头了 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严凯 组织了一次叛乱 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 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 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志 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 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 我决定参加正规军 为完成革命尽力 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 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 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 在这七元之中 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 我还得花钱买水 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 但是我是一个学生 不屑挑水 只好向挑夫买水 剩下的响吟 我得用在订报纸上 贪毒不厌 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 有香江日报 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 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 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 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 我读了江康胡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 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 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 我非常喜欢他们 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 有一个还是流氓 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 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 因为我能写字 有些书本知识 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 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 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 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 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 反对袁世凯 湘军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 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合议 预定的战争取消了 南北统一了 南京政府解散了 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 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 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 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 通过报纸广告召来新生 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 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 于是去报名投考 但在考试以前 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 不收学费 供给善诉 还答应给一些津贴 这座广告很吸引人 鼓舞人 他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 可以富国利民 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 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 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政法学生 他劝我进他的学校 我也读到了这所政法学堂的 唯唯动听的广告 他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 答应在三年内 教完全部法律课程 并且保证 期满之后 马上可以当官 我的那位朋友 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 最后 我写信给家里 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 重述一遍 要求给我寄学费来 我把将来当官的光明图景 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我向政法学堂 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 这一次采取的形式 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 另一位朋友劝告我 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 当前最需要的人才 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 他的议论打动了我 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 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我真的参加考试 而且被录取了 可是 我还继续注意广告 有一天我读到一则 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 说的天花乱坠的广告 它是政府办的 设有很多课程 而且我听说 他的教员 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 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 学成一个商业专家 就付了一块钱报名 然后把我的决定 写信告诉父亲 他听了很高兴 我父亲很容易理解 善于经商的好处 我进了这个学校 但是只住了一个月 我发现 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 是大多数课程 都用英语讲授 我和其他学生一样 不懂得什么英语 说实在的 除了字母 就不知道什么了 另外一个困难是 学校没有英语教师 这种情况 使我感到很讨厌 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 继续留心 报上的广告 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 是省立第一中学 我花一块钱报了名 参加了入学考试 发榜时名列第一 这个学校很大 有许多学生 毕业生也不少 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 对我帮助很大 他因为我有文学 爱好 而很愿意接近我 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 玉匹通箭吉兰 其中有乾隆的上玉和玉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 长沙的一个政府火药库 发生爆炸 引起大火 我们的学生 却感到很有趣 成端的枪弹炮弹爆炸着 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 比起放爆炸来 要好看得多了 过了一个月左右 谭言凯被袁世凯赶走 袁现在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 唐湘明接替了谭言凯 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 他的课程有限 校规也使人反感 我读了玉匹通箭吉兰以后 得出结论 还不如自学更好 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 定了一个自修计划 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 我非常认真的执行 持之以恒 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 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 我就进去 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 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 我天天在图书馆 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 我读了许多的书 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 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父》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 我读了卢梭的著作 斯宾塞的《逻辑》 和孟德斯丘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我在认真研读 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 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那时住在乡乡会馆里 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 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乡乡人 他们没有工作 也没有什么钱 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 一天晚上 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 爆发成为武斗了 士兵袭击学生 要想杀死他们 我躲到厕所里去 直到欧斗结束以后 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 家里不肯供养我 除非我进学校读书 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 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 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差不多已经做出结论 我最适合于教书 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 这时候 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 引起我的注意 我津津有味地读着他的优点 不收学费 擅速费低廉 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 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 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 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 为自己也写了一篇 三个人都被录取了 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三次 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 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 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 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 我在这里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 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 我赞成的极少 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 我想专修社会科学 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 我没有好好的去学 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 我尤其讨厌一门 禁物写生必修课 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 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 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 记得有一次 我画了一条直线 上面加一个半圆 表示半必见海日 又有一次 在画图考试时 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完了试 说这是但 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 不及格 幸福我的社会科学各科得到的分数都很高 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 学生给他起了原大胡子的绰号 他嘲笑我的作文 说他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 认为他半通不通 我只得改变文风 我钻研韩语的文章 学会了古文文体 所以多亏原大胡子 今天我在必要时 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记 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 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他教授伦理学 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 努力鼓励学生 励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我在他的影响之下 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 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 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杨昌记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 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 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名报看 我读得很有兴趣 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名报 上面看在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 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剑炉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 我想效仿他们的榜样 可是我没有钱 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第二年夏天 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 游历了五个县 一个名叫萧鱼的学生与我同行 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 没有花一个铜板 农民们给我们吃的 给我们地方睡觉 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和我一同旅行的萧鱼这个家伙 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 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 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 他给萧鱼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 萧鱼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 于1934年卷款前逃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 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 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 登了一个广告 邀请有之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 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 意志坚定 随时准备为国捐区的青年 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 一共有三个半人 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 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接着又转向 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 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 名叫李立三 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 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核心 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 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 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他们认为时局危急 求知的需要迫切 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十四岁的时候 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 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 后来也没有 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 这时也没有想到她 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 议论女性的魅力常常占有重要的位置 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 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 她对我说起要买些肉 当着我的面把她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 最后吩咐她去买了一块 我生气了 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 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 人的天性 人类社会 中国 世界 宇宙 我们也热心与体育锻炼 在寒假当中 我们徒步穿越野林 爬山绕城 渡江过河 遇见下雨 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林说这是雨雨 烈日当空 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雨 春风吹来的时候 我们高声叫嚷说 这是叫做风雨的体育新项目 已经下霜的日子 我们就露天睡觉 甚至到十一月份 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 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下进行的 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 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 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 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 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 我逐渐认识到 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 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到 成立新民学会 学会有七八十名学员 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 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 罗麦 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 夏希 现在在二方面军 何淑恒 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 后来被蒋介石杀害 郭亮 有名的工会组织者 1930年被何建杀害 萧子章 作家 现在在苏联 蔡和森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 易里荣 后来当了中央委员 接着转向国民党 成立一个工会的组织者 萧征 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 是在最早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 不久前病逝 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 在1927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 叫做互助社 同新民学会兴致相近 他的许多社员 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 其中有他的领袖 韵戴英 在反革命政变中 被蒋介石杀害 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 还有张浩 现在负责白军工作 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辐社 他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 在中国其他地方 主要是上海 杭州 汉口 天津 一些激进的团体 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 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 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 由陈独秀主编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 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 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 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 民主改良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 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 是明确无疑的 我在1912年进师范学校 1918年毕业 在毛泽东追溯往事的时候 我注意到 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 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 很明显 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 有许多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 大多数也是这样 后来 当我向红金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 他们的同事 常常围拢来 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 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 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 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作一种黑暗时代 真正的生命 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 在另一个晚上 毛泽东盘膝而坐 被靠在两只公文箱上 他点燃了一支纸烟 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说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 总共只用了160块钱 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 在这笔钱里 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 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 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 我父亲责骂我浪费 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 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 从1911年到1927年 我上井冈山为止 我从来没有中断过 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 母亲去世了 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 那年夏天 我决定到北平去 当时叫北京 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 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 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用这种方法招募中国青年为他工作 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 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 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 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 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徐特利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 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习到法国去 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不过他到1927年才参加共产党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 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 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 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的不够 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 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诗子那里 学习法文 我却没有这样做 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 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 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 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记 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 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 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 他就是李大钊 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 被张作霖杀害 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 工资不低 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 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 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 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 如傅思年 罗加伦等等 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 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 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在新闻学会里 我遇到了别的学生 例如陈公博 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 谭平山 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 还有邵飘平 特别是邵飘平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 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26年 他为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 还遇到了张国焘 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康白琴 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加入了三K党 段西鹏 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 也是在这里 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 杨昌记的女儿 在我的青年时代 杨昌记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后来在北京 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 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 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 用我们的话来说 我正在寻找出路 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很受影响 我常常会来看我的一个 名叫朱千枝的学生 讨论无政府主义 和他在中国的前景 在那个时候 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 可是在另一方面 孤独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 生动有趣的补偿 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 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 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每逢我要翻身 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但是在公园里 在故宫的庭院里 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 北海上还截着尖兵的时候 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我看到杨柳倒锤在北海上 枝头悬挂着金银的冰柱 因而想起唐朝诗人 曾深用北海东树挂珠的诗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北京数不尽的树木 激起了我的惊叹 和赞美 1919年初 我要和去法国的学生 一同前往上海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 不知道到后 怎样才能再向前走 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 天无绝人之路 很幸运 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 弄到了一些钱 他借了十元给我 使我能够买一张 到浦口的车票 在前往南京途中 我在驱赋下车 去看了孔子的墓 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 卓族的那条小溪 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 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 那棵有名的树 相传是孔子栽种的 我也看到了 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 沿回祝国的河边停留了一下 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在这次旅行中 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 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 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 又不迷一闻了 我也没有车票 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 可是最糟糕的是 我仅有的一双鞋子 给贼偷去了 嘿呦 怎么办呢 又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又碰到了好运气 在火车站外 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 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 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 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 就这样 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 随时留神着我的心血 到了上海 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 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 还拨出一些钱 帮助我回湖南 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 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 游历过这些地方 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 我沿着洞庭湖环行 绕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 三国演艺上有名的徐州城墙 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 我都环绕过一次 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木 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 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媲美的 我回到长沙以后 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在五四运动以后 我把大部分时间 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 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 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 对于华南学生运动 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长沙 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 这是一个研究 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 这个书社 特别是新民学会 都激烈地反对 当时的湖南都军张静尧 这家伙很坏 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巴克 反对张静尧 要求撤换他 并且派遣代表团 吩咐北京和西南 进行反张的宣传 因为那时 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 张静尧查尽了湘江评论 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于是我前往北京 代表新民学会 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 新民学会把反对张静尧的斗争 扩大成为普通的反军阀的宣传 为了促进这个工作 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 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 张静尧被谭彦凯推翻了 长沙建立了新政权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 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 左派和右派 左派坚持进行深刻的社会 经济 政治改革的纲领 1919年 我第二次前往上海 我在那里再次看见了陈独秀 我第一次同他见面 是在北京 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那时我也遇见了胡适 我去拜访他 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在上海 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 我在长沙 一边当教员 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 那时 新民学会的纲领 要争取湖南独立 所谓独立 实质上是指自治 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 认为 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 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 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 那时 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谭延凯被一个叫做赵恒替的军阀赶出湖南 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 主张中国联省自治 可是他一旦当权 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 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 实行男女平权和代义制政府 一般的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 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 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 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申 这次斗争的结果 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和歌功颂德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 吓慌了统治者 但是赵恒提篡夺控制权以后 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 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 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 我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 那年新明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 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 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 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 警察禁止这样做 示威者指出 依照宪法第十二条 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是警察听不进去 他们回答说 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 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提的命令的 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 只有经过群众行动 取得群众政治权利 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1920年冬天 我第一次在政治上 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 在这项工作中 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 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 我热心地搜寻 那时候能找到的 为数不多的 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 有三本书 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就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是 共产党宣言 陈旺道义 这是用中文出版的 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阶级斗争 考辞基著 社会主义历史 阿卡普著 到了1920年夏天 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且从此我也认为 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同年 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毛泽东这时候 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1919年 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1920年 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 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 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 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 几乎同一个时候 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 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 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16岁的少年 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 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 也是除了俄国以外 唯一能够自称 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 毛继续他的叙述 1921年5月 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 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他们两个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 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 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 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 曾经和陈独秀讨论 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哪些话 在我一生中 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 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 除了我以外 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 有张国焘 包惠森和周福海 我们一共有12个人 那年10月 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 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 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 党中央委员会包括 陈独秀 张国焘 陈公伯 施存统 沈玄卢 李汉俊 李达和李森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碧武 许白浩和施杨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玉 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 邓中夏 张国焘 罗张龙 刘仁静 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 澎湃 王静美和邓恩明 是山东直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 许多勤工俭学的人 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 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 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 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景宇 向景宇是蔡和森的妻子 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麦和蔡和森 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 只是时间稍后一些 党员有高约罕 朱德和张申福 在莫斯科 支部的创始人 有瞿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 湖南党 文纳什市书记 已经在矿工 铁路工人 市政职员 印刷工人 和政府造壁工厂工人中 组织了20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 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 共产党的工作 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 在农民中间 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 都组织起来了 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 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1922年冬天 湖南省长赵恒替下令 处决两个湖南工人 黄爱和旁人权 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替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 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 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 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 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 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 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替的运动 那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 又找不到任何同志 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5月1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 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 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1923年 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大会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 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 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春天 我前往广州 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我回到上海 在共产党执政局工作的同时 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 有汪军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 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 黄浦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 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 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 我回到湖南休养 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 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 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 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 但是在五萨彩案以后 以及在继而知起的 政治活动的巨浪中 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 发动了一个 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 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 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 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提派军队追捕我 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 正逢黄埔学生打败 云南军阀杨新敏 和广西军阀刘振环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 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 蒋介石被任命为 第一军总司令 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 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他在抨击和揭露 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 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人员 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 参加学习的来自21个 不同省份的代表 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 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汉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 另一个共产党员 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 在共产党内 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 我写了两本小册子 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另一本是赵恒体的阶级基础 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 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 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他在广州农民月刊 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 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 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 大概一直到1926年3月 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 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 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5月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 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 1926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 我视察了长沙 李林 湘潭 恒山 湘湘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 并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 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 我到达武汉的时候 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 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派 方志明等人和约克 沃伦 两个俄国共产党员 会议通过了决议 采纳我的主张 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他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 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 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自产阶级 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 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 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 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 把农民武装起来 开始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 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 并且有力地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 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 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 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没有能够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 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 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 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 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 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 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 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1927年春天 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 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 湖北 江西 福建 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 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军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 他们把农运称作痞子会 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 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 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 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 在蒋介石指示下 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5月21日 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 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 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 取消了他和共产党的协议 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 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 要他们离开中国 到俄国去 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 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 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 指责我组织暴动 反对当时在武汉当前的唐生志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 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 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很多争论的事件 我和毛泽东曾有一次谈话 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这里议题 这并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传的一部分 但是作为他个人对一个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转折点的看法 在这里提一下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泽东 在他看来 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 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 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 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毛泽东认为 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 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 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 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 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 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毛泽东解释说 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 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 可是到了1927年 又竭力反对 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 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 毛泽东说 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 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 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毅 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 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 毛泽东说 他能说而且说的太多了 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 客观来说 罗毅是个蠢货 鲍罗廷是个冒失鬼 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 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 武装起义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 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 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 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毛泽东说 在那个时候 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 就做出重大的决定 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 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 据毛泽东说 甚至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 但是到头来 还是罗毅促成了通国民党的分裂 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 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 罗毅得到了一个抄件 马上拿给汪精卫看 汪精卫那时 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 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 是大家都知道的 武汉政权 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 他自己的力量就垮了 不久之后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 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 而是干脆的发令 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 当然武汉的大失败 后来成了俄国国内 在世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斗争的焦点 在这个阶段以后 俄国反对派被摧毁 托勒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被弄臭 苏联开始认真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他由此出发 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产党在和国民党分立以前 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 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 毛泽东也并不认为 反革命在1927年会被打败 但是苏维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规模展开 就可能有一个后来 无论如何不被消灭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自述到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 苏维埃是从革命的废墟上兴起的 他要赤手空拳 从失败中斗争出一个胜利的结果来 他接着说 1927年8月1日 贺龙叶挺率领的第20军 同朱德合作 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红军的前身组织起来 一星期以后 即8月7日 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 撤销了陈独笑的总书记职务 自从1924年广州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 我就是党的政治局委员 对于这个决定 我是积极出了力的 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 有蔡和森 彭工达和瞿秋白 党采取了新的路线 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 暂时是放弃了 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的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 长期的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 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 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 一 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 二 组织工农革命军 三 除了大地主以外 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 四 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 五 组织苏维埃 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 后来他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九月间 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 已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 工农军队的第一批部队建立起来了 新战事有三个主要来源 农民本身 汉阳矿工 起义的国民党部队 这个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称为 工农第一军第一师 第一团由汉阳矿工组成 第二团是由平江 刘阳 李林 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斥卫队组成 第三团 来自反叛了汪军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 这支军队经湖南省批准建立 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 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 不过后者 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 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 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吃卫队之间的时候 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 那时候 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 有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 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 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 打算贿赂押押送的人释放我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 我遭到枪决 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 他们同意释放我 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 于是我决定逃跑 但是直到黎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 我才得到了机会 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 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 下面是一个水塘 周围长了很高的草 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士兵们追捕我 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 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 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 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 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 可是我还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 他们放弃了搜寻 我马上翻山越岭 连夜赶入 我没有鞋 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 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农民 他同我交了朋友 给我地方住 又领我到了下一乡 我身边有七块钱 买了一双鞋 一把伞和一些吃的 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吃围队那里的时候 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师成立以后 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原武汉警卫团的一个指挥员 于撒渡任第一军军长 于多少是因部下的态度而被迫就任的 不久他就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 现在他在南京给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 他得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 经受多次挫折 当时部队的几率差 政治训练水平低 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 开小差的很多 于撒渡逃跑以后 部队到达宁都时进行了改编 陈浩被任命为剩下来大约一团兵力的部队的指挥员 后来他也叛变了 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 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 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 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环 现任军长的杨立三 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 人数总共只有一千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 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 又由于第一军遭受严重损失 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 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是明确的批评我 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 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 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 尽管这样 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 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部队补充了新兵 这个时人员又充实了 我担任了师长 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 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 1927年11月 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查林成立了 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 主席是杜修金 在这个苏维埃以及后来的苏维埃中 我们推行了一个民主的纲领 采取温和的政策 建筑在缓慢而不断地发展这一基础上 这样一来 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 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 为了使他们丧板 第一军前任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 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 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 遭到他们猛烈的攻击 1927年冬天 两个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土匪投资的 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 这时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 王 袁都被任命为团长 我是军长 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 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 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 我在井冈山期间 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 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28年5月 朱德来到井冈山 我们的队伍会了师 我们一同制定了一个计划 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 逐步地稳定并巩固香港恶边区的共产党政权 并以此为根据地 向更广大的地区发展 这个战略同党的建议是相反的 后者一味做迅速发展的空想 在军队内部 朱德和我得同两个倾向作斗争 第一个倾向是要立即进攻长沙 我们认为这是冒险主义 第二个倾向是要撤退到广东边界以南去 我们认为这是退却主义 根据我们当时的看法 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 分地和建立苏维埃 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个过程 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贸易 优待背负敌军 以及总的来说主张民主的温和主义 1928年秋天 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会议 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 在苏区的党员中 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 在这次会议上 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 少数人认为 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 我们的前途大受限制 但是多数人相信这个政策 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 提交表决的时候 很容易就通过了 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 直到1928年冬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莫斯科举行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 才得到批准 对于那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 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 从那时起 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 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 党恢复了一致 六大的决议总结了 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 秋收起义的经验 他的结论是赞成把重点放在土地运动上 大约在这时候 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 1927年冬天 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暴动 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 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 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 徐海东活动的区域成了厄域晚苏区的核心 后来徐向前和张国焘去了那里 1927年冬天 方志敏和邵世平在临接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界 也开展了一个运动 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 澎湃率领一部分中心耿耿的部队到海陆丰去 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 由于他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 很快就被摧毁 他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村指挥下 从那个地区突围 向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 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1928年春天 由李文林、李少九领导的游击队 开始在江西的新国东顾活跃起来 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 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 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在福建西部 张鼎成、邓紫辉 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伯翠 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 第一军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 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来说 井冈山证明是绝好的根据地 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 重的农作物足够攻击一支小小的军队 它方圆有五百里纵横约八十里 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称叫它大小五井 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 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路五口大井得来的 即大小上下中五井 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 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 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 朱德任军长 我任党代表 1928年冬天 和剑的部队发生起义和化变以后 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 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 彭德怀任军长 除了彭德怀以外 还有长征中在贵州尊义牺牲的邓平 1931年在江西牺牲的黄公略和滕大远 来了这么多军队 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 部队没有东一 粮食齐缺 我们有好几个月 几乎只靠吃南瓜过火 战士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 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 在他们看来 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 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 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 1929年1月 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 第四军这时迅速而顺利地 展开了打通江西南部的战斗 我们在东顾建立了苏维埃 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 我们接着分兵挺进永定 上航和龙岩 在这几线成立了苏维埃 红军来以前就存在于 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 保证了我们的胜利 帮助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 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 通过群众性的土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 红军的影响扩大到了其他几个县 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充分掌握权力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 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 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 反映在缺乏纪律 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换在上面 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 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 喜欢流动 变换环境 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 还有军阀主义残余 个别指挥员虐待 甚至殴打战士 凭个人好恶 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1929年12月 在闽西古田召开红四军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 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 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 消除了许多的误解 通过新的计划 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的领导 奠定了基础 在这以前 上面所说的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 而且被党内和军事领导内的一个 拖了刺激派别 利用了来削弱运动的力量 这时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反对他们 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指挥职务 刘恩康 一个军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据揭发 他们阴谋在对敌作战时 使红军陷入困境而消灭红军 几次作战失败后 他们的计划就显得非常明显 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 反对我们的一切主张 经验已经证明他们的错误 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 在福建会议以后 他们就没有影响了 这次会议 在为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 第二年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 几乎整个江西南部都落入红军之手 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1930年2月7日 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 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 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详细讨论了土地政策的问题 由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所发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 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 在这以前 红军只是组织地方的和乡的苏维埃 在这次会议上 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对于这个新的纲领 农民报仪热烈的拥护 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 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毛泽东的叙述 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 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 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 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 所叙述的不再是我 而是我们了 不再是毛泽东 而是红军了 不再是个人历史的主观印象 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 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他的叙述越接近结束 我越发现需要询问他自己的事情 当时他在做什么 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 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 他抱什么态度 我的提问总的说来 使得他在这最后一张字述中 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的 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 纪律加强了 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 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 早在井冈山时期 红军就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 行动听指挥 不拿贫农一点东西 打土豪要归功 1928年会议以后 曾经做了很大努力 争取农民的支持 在上述三条之外 又添了八项 这八项是 一 上门板 二 捆铺草 三 对老百姓要和气 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 借东西要还 五 损坏东西要赔 六 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 买东西要付钱 八 讲卫生 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家的 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 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他们经常背诵 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 作为主要任务 第一 对敌人要斗争到死 第二 要武装群众 第三 要筹款帮助斗争 早在1929年 李文林 李烧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 经过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 第三军由黄攻略指挥 陈毅任政委 在同一时期 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化辩 加入了红军 他们是在一个国民党指挥员 罗炳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迎雷的 他对国民党感到幻灭 而愿意参加红军 现在他是红二方面军 第三十二军军长 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骨干 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 由伍中豪指挥 谭振宁是政委 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 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一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 总司令是朱德 我是政委 他由第三军 林彪指挥的第四军 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 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 我是前委主席 那时一军团已有一万多人 编成十个师 在这支主力之外 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 赤卫队和游击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 以外 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 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 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 提纲窃领地说明了 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 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 这些口号是 一 敌进我退 二 敌注我扰 三 敌疲我打 四 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 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 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 这种战术是正确的 一般来说 凡是红军背离的这些口号 他们就不能打胜仗 我们的军力很小 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 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 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 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的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 过去时现在仍然是 在进攻时集中主力 在进攻后迅速分散 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 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 红军一般的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 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 不去深入的巩固既得地区 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 是切合实际的 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 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 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 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 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 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 只要前进不要后防 只要耸动视听地攻打大城市 半置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 那时候李立三路线 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 占同置地位 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 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 而接受他的做法 他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 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 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 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 或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